今天下午我跟我们教会的学生的同工们 我们去骑脚踏车 然后呢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说 我今天不能跌倒 因为我今天晚上要讲道 为什么不能跌倒呢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在雨中 在一个非常非常滑的一个篮球场上 那个篮球场有胎 因为下雨的缘故 所以呢一走上去就会滑倒 然后今天是我最没有竞争力的一个时候 因为呢我一直告诉自己说 我不能滑倒 我不能滑倒 感谢主我今天来到你们当中了 It's my turn Amen 好我们一起拿起我们圣经一起来 我们要来宣告神的话 如果你有圣经拿起你的圣经来 如果你有你的手机拿起你的手机 如果你手机有download圣经更好 没有download圣经 也还是可以拿起来 等一下去download 好我们一起来读宣告神的话 这是我的圣经 我爱神的话 我的盼望在这里面 我的财富在这里面 我的未来在这里面 我的力量在这里面 我的健康在这里面 神的话让我得胜 神的话让我有价值 神的话指引我的方向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一段经文 马太福音第13章第18节到第26节 是我们今天早上成根的同一段经文 可是今天我们不是用马可福音来看 我们要一起来看马太福音 他是如何来描写同样的一个教导 马太福音第13章第18节到第26节 如果你有圣经 我鼓励你仍然看PowerPoint 因为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 新普及一本的版本 好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读大声的来读 请 蜡伏撒种的被读 落在小路上的种子 事指有些人听到天国的信息 却不领悟 不万二者就来把撒搁 他们心里的种子躲去了 落在尸体 的是指有些人听到諮 DISCING 立刻欢喜接受 但扎根不深 难以持久 听了上帝的道 但这信心很快就被今生的烦恼 和财富的诱惑挤了出来 结果果子 均落在肥沃土里的中 是指有些人真正的聆听 又领悟了上帝的道 毕竟结束说多别别 市场下去的三十倍 六十倍甚至一百倍 耶稣又讲了一个故事 天国就像一个农夫把好种子撒在土里 但那天天以后的天朝之后 他的敌人在麦子中间之后流走 当麦子屠射的时候 麦子也长出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现在天父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 相信今天你的道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让我们神看见我们的生命要成为卓越的生命 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要成为那三十倍 六十倍一百倍结果子的生命 我们赞美你耶稣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今天要先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不是真的故事 但是我要用这个故事来比喻 今天我要讲的信息 有一个男生遇到一个女孩 然后呢这个男生遇到一个女孩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交往 然后就爱上彼此了 结果这个男孩子他就向这个女生求婚 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梦想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 他们开始预备他们的婚姻 他们开始预备他们要 就是一辈子要住在一起 然后呢他们连要几个孩子他们都已经同意了 可是呢有一天这个男生有一个前女友 他突然之间在FB上觅她 然后呢他们已经好多年好多年没有谈话了 他那个前女友就跟这个男生讲说 我刚从远方回台北 然后呢现在在台北找工作了 然后呢就开始问他说 你都好吗 这个男生就觉得还好 其实跟他谈话其实是没有怎么样 所以他就开始跟他讲说 对啊我有一个女朋友 已经一个未婚妻 我们现在在要安排婚姻了 然后这个女生就跟他讲说恭喜啊恭喜 然后呢这个女生就发现 他们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的靠近 工作的地方 所以他就说 你会有一天午餐 我们一起来吃个饭好了 然后那个男生就觉得 很像很单纯只是吃个饭而已 他也没有告诉他的未婚妻 他就说好吧单纯吃个饭 他就去跟这个女生吃个饭 吃个饭他们就开始聊天 聊天完他们就决定 这个女生非常主动继续跟他当朋友 然后呢这个男生就继续觉得 很像没有怎么样 反正以前就是朋友 就继续当朋友没关系 所以他就一直没有跟他的未婚妻讲 结果在预备婚姻的过程当中 这个男生压力非常大 女生非常压力 未婚妻压力也非常大 他们就常常吵架 常常吵架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男生常常去找他前女友 去谈述他心情 去开始讲说 哎呀 安排一个婚礼有那么难吗 有那么难吗 然后就开始谈 结果在情图当中他就发现 好像这个前女友 为什么那时候我当初跟他分手啊 就开始问这些问题 开始问这些问题 他就开始想说 可能我比较喜欢这个前女友 还胜过爱我的未婚妻 他就开始这样子想的时候 他心里就说 哎 怎么会这样子想 这样很糟糕 可是我就很难去表达我的感受 所以有一天在吵架当中 他就跟他的未婚妻吵架当中 他就跟他未婚妻说 我不想给你结婚了 我对你没有感觉了 这未婚妻就说 为什么 为什么 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男生就觉得 我就是对你没有感觉了 没有想到 这个男生他其实已经怎么样 已经爱上了他的前女友了 已经把他的情感给了他的前女友 这个前女友是他们 他的什么 就变成这个 这个关系当中的一个小三 这个关系当中的小三 而在过了几个月之后 这个男孩子又跟这个前女友 怎么样分手了 为什么 因为又回到同一个原因 为什么他们当初 没有继续在一起 今天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 因为今天我要讲 这个小三在这个故事里面 可能从一个非常单纯的 一个午餐开始 但是他成为一个 更大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这个男孩子 他失去了他的专注力 他失去了对婚姻的专注力 他失去了他对他的生命的专注力 他之前可以活在一个更美好的生命里面 但是他失去了专注力 其实这个小三在这个故事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 就是代表分心的事物 代表我们生命的干扰 就像在这个关系里面 小三可以毁了一个婚姻 就如同我们生命当中的小三 也可以毁了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失去了专注力 我们生命的小三 也可以让我们 就是不知道如何继续往前走 所以呢 其实这个男生 只要他专注 只要他为了他的婚姻 继续努力 继续往前走 不是为了及时的享乐而活 他其实不会 他不会失去他的专注力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拒绝小三 选择专注 拒绝小三 选择专注 这是我的一个年轻人教导我讲的话 小三 拒绝小三 跟旁边的人跟他讲说 开始拒绝小三了 再跟他讲说 我们要专注了 再跟他讲说 等一下讲到不要打扰我 我要专注 我们生命当中 当你想到卓越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 当我想到卓越的时候 从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看见一个生命是 只要你专注做任何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果效是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这是我看见的生命 在马胎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三节 他说 至于落在肥沃土里的种子 是指有些人 真正聆听用礼物了 神的上帝的道 并且结出 硕果累累 是撒下去的 三十倍 六十倍 甚至一百倍 但是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发现 其实我们专注做一件事情 可是怎么 结果不如我们预期的 结果不是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 为什么我这么的 我到底努力在做什么 我到底花我的时间 在做些什么事情 当我们在追逐卓越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个态度 这个态度是什么 专注的态度 大家一起说专注的态度 当我们看耶稣的生命 因为马太福音 是讲到耶稣的教导 当我们看见耶稣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常常看到 他是非常怜悯的一个人 他是非常充满爱的一个人 他是非常充满 做很多神迹 其实很有power的一个人 很有能力的一个人 可是一个我们低估耶稣的一个属性 常常没有提到的是 耶稣他的专注力 他对十字架的专注 他对他意向的专注 他对呼召的专注 他对他来到这地上 他的目的 他的专注 你会想到耶稣 他是何等一个专注的人 他对他的使命 是非常非常专注的 专注到 他甚至愿意去到十字架上 为你跟我死 甚至当他的门徒 他的门徒其实 想要让他分心 想要让他 让他觉得 就是我真的要上十字架吗 门徒就问他说 当他在讲说 我还要上十字架 我要死 门徒就说 不不 耶稣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耶稣说什么 撒旦你退我后边去 耶稣他从来没有 失去他的专注力 他非常知道 他要做什么 他非常非常知道 他要做什么 当我们要 真的想要成为 一个卓越的人的时候 我们需要 跟随耶稣的榜样 大家一说 跟随耶稣的榜样 我们要跟随耶稣的榜样 当我们想到 异象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 我们活在这地上的目的 当我们想到 我们如何花我们的时间 我们如何花我们的体力的时候 我们要成为非常专注的人 我可以说 在我的意象当中 我是一个蛮专注的人 如果我不专注的话 我早就回美国了 因为我是从美国来的 但是对我的意象 对年轻人的意象 对带领门徒 我是非常专注的 我告诉我自己 我告诉我自己 我就是为这个而活 在安排我的时间 在安排我的体力 当我在想 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都一直在想什么 建造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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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这就是我的意象 这就是我的呼召 那弟兄姐妹 我要问你 你专注于什么 今天我要告诉你 神非常爱你 神不但爱你 祂对你生命 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 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命定 祂对你生命 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呼召 你相信吗 你相信当你追逐 当你真实专注在神 赐给你的命定 神赐给你的意象当中 你的生命要结果子 30倍 60倍 100倍 反而你手所碰的东西 都丰盛了 这是耶稣给我们看见的 让我们看见的 但是很多时候 有很多东西 会使我们完全不能活出 我们想活出来的 专注卓越的生命 这就是什么 我们生命当中的小三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图片 好 这个图片看起来还蛮野蛮的 这是什么 这是在 在中古世代 欧洲 他们有非常巧妙的 考达人的方式 他们就是怎么样 他们就把一个人 然后呢 把他的手脚捆住 然后呢 把他放在那个马的旁边 然后呢 让马可以从四方这样子 东南西北 然后跑 然后呢 他们的手脚就会这样子被拉开 然后呢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去让这个人死 你可能觉得 Sharon你干嘛那么的血腥啊 为什么 为什么今天我要给你 看这个图片 因为 他们给一个 把这个 这样的 这个 考达的方式 给他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是什么 这个名称就是 分形 Distraction 英文的字就是 Distraction 分形的事物 或是小三 他在讲什么 其实我很喜欢 中文这个字 分形 因为他就是在讲 一个人的心 当他分开的时候 他的生命 如同死的一样 当你的生命 常常是被 分形的事物 拉开的时候 你的生命是什么 停滞的 根本就没有在活 那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什么东西会 有什么东西 会使你不能专注 会有什么东西 会使你不能 专注于 神要你做的事情 好我们现在 不要看这个图片了 大家的眼 眼睛都那种 啊怎么会是这样子 其实你跟我 活在一个 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 在科技上 非常发达的一个时代 可是 这是好的 可是这又对我们 是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习惯于 就是在一个时刻 要做好多事情 Multi-tasking 我们好喜欢 一边听音乐 一边看电视 然后呢 一边玩 2468 然后呢 一边做这个 一边做那个 然后呢 不是 228 什么什么的 好 大家都知道 我在讲什么 你看 那么容易分形 好 就是这样的东西 其实会让我们 我们 我们的生命 其实是这样子 就容易就死了 我们常常会 因为我们失去专注 我们常常会问神说 神 你的应许在哪里 可是如果我们的眼睛 不是在看说 神 我们的应许在哪里 而是我们已经在 专注于 神已经赐给我们的 祝福 我们其实不会让 分心我们的事物 夺走 神已经给了 我们的祝福 所以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第十章 第十节 大家一起来读 请 这里告诉我们说 道贼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道贼如何毁坏 如何偷窃 你的生命 其实不需要用 什么 用一个枪 或是用一个刀 来毁坏你的生命 不需要 它可以只要 怎么样 小三 你生命当中的小三 就在那边怎么样 就在杀了你的专注力 杀了你的生命 让你停顿 杀了你的思想 杀了你的 你的平安 杀了你的喜乐 杀了你的关系 杀了你的工作 为什么 常常都在分心 常常都在分心 不能专注的 做一件事情 连我在讲道的时候 都很容易 怎么样 我自己都很容易分心 当我看你们的表情的时候 也很容易分心 当我在想 今天我要讲什么 其实我心里面 其实也非常容易的分心 因为你跟我都是容易分心的人 你跟我都是非常容易分心的人 但是呢 当我们分心的时候 其实不是每一件分心的事情 都是不好的事情 不是每一个分心的事情 是 是对我们 其实我们看来 好像 好像应该都是不好的 才能是分心的 可是其实不是 有时候是好的 有时候是好的东西 但是呢 当我们失去那个专注力的时候 很容易 我们的心 我们的生命 其实就会停下来 所以我们看一个 另外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就是 英文 focus get out of focus 当你看见一个 focus的生命 看得比较舒服嘛 看得比较清楚 当我们的生命 专注的时候 就是看得比较清楚 你可能坐在这边 你问 那神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我的生命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当我们不专注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 根本就看不见 不知道往哪里走 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什么 为什么 没有专注 无法专注 当我们focus 大家一说focus 当我们专注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可以看见 神要我们去的地方 我们来看见耶稣 今天的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 马太福音 我们从第一节开始 第十三章第一节 当天是哪一天呢 我们来看上面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四十六到五十节 我们看 在耶稣的生命当中 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看见耶稣的生命 当他在讲道的时候 他的母亲 他的兄弟来找他的时候 耶稣都不愿意 让他的亲人 来使他分心 耶稣甚至在那时候 还给他们另外一个教导 哇 耶稣他是何等的专注 他是多么的专注 你可能就看见耶稣的生命 耶稣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情呢 他在讲道 他怎么会说 谁是我的父亲 谁是我的母亲 不要烦我 妈妈 不要烦我 孩子们不要学这个 不要回到家 说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父亲 反正遵守 所有国高中生 不要学这句话 回到家 如果你爸爸妈妈 跟你讲说 孩子来帮忙洗碗 你不要说 谁是我的母亲 叫你洗碗的人 就是你的母亲 但是呢 今天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的是什么 我看见耶稣的专注力 我们看见耶稣 他是何等的专注在 神给他的命定 神给他的意向当中 他是不让任何东西 不管是好的 不好的 让他分心 他不让 让任何一件事情 不管是好的 不好的 成为他的小三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段经 我们要看 如何在 很多时候当我们看这段经 马太福音第13章 他讲到四个不同的种子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大部分的牧师或传道人 讲到这个信息会讲到 就是谁接受福音 但是今天我要讲这四个种子 可以不是四个不同的人 它可以是什么 我们心的四个状态 我们心里的四个状态 你跟我在一天当中 都可以是任何一个种子 这四个种子里面 任何一个 心的状态 当心没有专注的时候 当我们的心分心的时候 我们如何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专注力如何被夺走 如何死掉 我们的生命 如何不能往前进 所以第一点 今天的第一点 拒绝小三 选择专注 我们来看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告诉我们 专注力被小三夺走 专注力被小三夺走 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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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这个小三 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 我们的专注力 就会被夺走 英文夺走这个字 经文里面是用snatch 大家一说snatch snatch是什么 直接从你手中这样子 拿走 直接拿走 直接夺走 直接夺走 可能今天你回到家 你听到这个信息 可是呢 在你还可以 还没有想到这个信息 或是回到家之前 你就已经怎么样 snatch 忘记了 今天亲人讲什么 忘记了 今天对我生命有什么 对我生命有什么提醒 根本就没有 snatch 这个话语就被snatch 完全被夺走了 完全被夺走了 其实 在我生命当中 我发现 我越来越多忙碌 我越来越多事情要做 很多时候 人跟我讲一件事情 当我还 我就在想 然后呢 另外一个人 我正要写下那个东西来 另外一个人就怎么样 就过来开始讲另外一个事情 然后呢 我还没有写下之前 这个东西这么 也被夺走了 snatch 为什么 我完全忘记了 刚刚那个人跟我讲了什么东西 我完全忘记了 所以呢 当我在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一个人跟我讲一件事情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 可可也进一个line提醒我 因为我今天 我现在有可能会忘记 因为我现在在专注做别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要我的东西被snatch 被夺走 不想要我的生命 在专注的东西被夺走 我不想我的专注力那么容易怎么样 被夺走 被夺走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十九节 讲到这个这样的土壤 这样的土壤 这样的种子 第四节说 它在土里 大家一起读 土 有些种子落在小路上 鸟儿飞过来就吃掉了 落在小路上的种子 就是指有些人 听到天国的信息 却不领悟 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多鸟儿在飞 他们在看哪些种子 是落在小路上的 然后他们就是要怎么样 直接把它snatch 把它夺走 直接把它snatch 把它夺走 很多时候怎么样 我们在跟 我发现在这世代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跟 跟人可以面对面谈话 可能就坐在交易厅 有人坐在那边 坐在你前面 可是你怎么样 拿起手机来 在那边划来划去的 在那边看FB 在那边看什么 在那边看 在那边玩游戏 可是你有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跟人 一个就在你面前的人讲话 可是你宁可怎么样 在那边打Line 在那边写一些东西 为什么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因为 因为没有专注于 我们现在的时刻 我们会失去很多的机会 我们会失去很多的机会 我最不喜欢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我最不喜欢 当我跟一个重要的 就是我觉得 我很看重的一个人 我跟他约吃饭 然后约吃饭的时候 他一直在滑手机 我最不喜欢这种事情 你们笑的 你们应该也是最不喜欢 我是那种人 会直接从他手中 把手机拿走 然后说 今天吃完饭 你才能看手机 他说 可是如果要那边 我就不可以 直接拿走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这是我的重要时刻 你为什么一直在那边滑手机 我不想要这个重要时刻 被怎么样 被别人 被别人 被你的 你在想这个人 想那个人 想这个事情 想那个事情 工作的事情 而我就被忽略掉了 可是我们生命 常常就是这样子 我们要做这件事 要做这件事 可是没有一件事情 可以好好的做 为什么 因为小三 夺奏了我们的重要时刻 所以我们要如何去做呢 第一个 要专注参与生命中的 每一个时刻 专注参与生命中的 每一个时刻 我鼓励你 当你坐下来 要吃一顿餐 跟一个你觉得重要的人 吃一顿餐 把你手机 把它收在你的背包里面 一个小时没有接 没关系 除非你是那种大老板 但是呢 对大部分 你跟我而言 一个小时没有接手机 应该是还OK的 一个人 没有立刻回简讯 应该是OK的 应该是OK的 可不可以 我们真的是 专注于参与 我们生命中的 每一刻 当你在公车上 当你在监狱上 不要一直看手机 不要一直听音乐 可不可以观察一下周围 你坐在捷运上也 非常干净的一个捷运上 不是纽约的捷运 你知道台湾的捷运 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吗 虽然你可能觉得 在最近没有那么美好 但是呢 它仍然 仍然是一个 非常非常 独特的一个 一个 从一个地方 到另外一个地方的 一个方式 我知道我的 我的那个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是因为我的朋友 他带他的两岁儿子来的时候 他就好喜欢坐捷运 每次坐捷运 就每次就 张开大眼睛 为什么 He's living in the moment 他活在 生命的那个时刻 可是往往 我们在想这个事情 想那个事情 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怎么样 就被夺走了 下一次人家跟你说话的时候 不要一直在那边滑手机 看起来他的眼睛吧 下一次 你在走路的时候 去观察人吧 不要让 生命的重要时刻 因着小三被 夺走 还有什么 专注 把握生命中的 每一个机会 专注 把握生命中的 每一个机会 很多时候 我们生命当中 的种子 很容易怎么样 因为我们在忙碌 因为我们没有 看见人的需要 所以那个机会 就被夺走了 那个机会 就被给别人了 机会就在我们前面 机会来帮助一个人 机会来真的分享 神的爱给一个人 但是我们怎么样 我们太 太分心了 这个机会就被夺走了 可以爱一个人的机会 被夺走了 在一个小时内 616个人 走来走去 这个孩子在那边 看起来就是一个 失踪的孩子 可是只有一个人 停下来 在一个小时内 只有一个人停下来 为什么 你跟我都是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在 在现在 我们往往都是怎么样 被分心了 专注也会被什么 夺走呢 被小三做什么呢 第二个 专注力被小三晒干了 专注力被小三晒干了 在英文是用这个字 在英文是用这个字 scorched 大家一说scorched 被晒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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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助力为什么会被晒干呢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那个经文 马太福音第13章5到6节 还有20到21节 大家一起来读请 好 如果在神秘前途上的宗旨 实时有些人听到信息 应该欢喜接受 但扎根不生难以持久 这个种子为什么会枯干了 为什么会晒干了呢 就是因为这个种子是没有根 是没有根的 它是非常肤浅的 它是非常非常肤浅的 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也可以很容易 过一个非常肤浅的生命 一个没有根的生命 什么是一个没有根的生命呢 就是一个没有价值观 没有生命价值观 没有优先顺序的生命 所以如果我们要改变这个事实 我们要专注于 专注在生命的价值观和优先顺序 专注在你生命的价值观 专注在你生命的优先顺序 而去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决定 去专注 去专注 今年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愿望 是什么 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愿望 是我要身体 灵魂 心灵 非常健康 所以呢 在去年其实我就开始很想 很想要让我的身体更健康 那其实大部分的人从小到大 很多人都告诉我说 你身体就看起来很健康 但是呢 为什么 因为你要我跑五公里非常容易 你要我打篮球打两个小时非常容易 所以对我而言 我觉得其实身体是蛮健康的 但是我知道我的身体可以更健康 可是我没有那么那么那么的想要更健康 我只是知道说 OK要更健康一点 所以呢 去年的时候我就 就告诉我自己说 好要少吃一点啊 多运动一点啊 可是我没有 没有真的有什么样的生命的价值观 我没有给自己一个 一个 一个优先 我没有认识的人啊 拿什么生日蛋糕 我就一定吃 然后呢 然后呢 只要有免费食物怎么样 一定吃 为什么 免费的啊 就吃啊 就不要浪费食物嘛 对啊 然后今天 下雨就不想去运动了 或者是呢 今天头有一点点痛啊 那今天服事很忙碌 那就不去健身房了 我没有原则 我没有原则 但是呢 在两个月前 我就告诉自己 不能这样下去了 不可以了 我要开始健康起来了 所以我就开始设定一些原则 我设定什么原则 我说 我每一天八点之后 不能吃东西 我用没有守着这个原则 有 在 就两个月前 开始这个原则 所以呢 我跟我同工 我还记得 有一次开会啊 同工们都带 好多的巧克力蛋糕 然后香榨蛋糕 然后那时候已经九点多了 然后就说 你们在诱惑我吗 然后他们就在我面前 在那边吃 然后呢 我心里想说 我不行 我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个原则在那里 我有一个原则在那里 因为我做了这样的原则 我就有根 因此我就有什么样 我就可以伪生于这个 我就可以伪生于我的原则 我就不会跌倒 我就可以真实做到 我自己想要做到 就是让自己更健康一点 让自己 那真的 在过去这两个月当中 不但是运动更健康 还有吃东西更健康 我就发现 哇我的体力也变得更健康了 我的体力也变得更好了 然后我现在可以 之前啊 我发现就是一年前 我不能 我三分球射不准了 最近三分球又射准了 我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跟学生去打球 就好开心哦 一直射三分球 哎呀 太棒了 可是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要专注于 我们生命的原则 第二个 我们要专注在 你是尾声的承诺 生命当中一定要有尾声 一定要承诺 如果没有尾声 没有承诺 很容易我们就 很容易被小三晒干了 晒干了 你有承诺吗 你有尾声吗 在受洗的时候 我知道杨牧师都会问 一个问题是 受洗完之后 要每个礼拜来主日 来小组 这是杨牧师会问大家 他们都说会 但是呢 发现受洗完之后 很多人就会怎么样 今天下雨要去主日吗 就是有点累耶 最近工作好忙哦 多睡一晚 多睡一点有怎么样 就会开始问说 我真的要 我真的要来教会吗 我知道你们在座的 都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呢 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 我们持守的承诺 我们持守的一个 尾声的原则 你尾声于什么 你尾声于什么 好 第三我要快一点讲 第三 专注力也可以被小三 窒息了 窒息 这个经文里面 告诉我们说 很多时候 我们因为分心的事物 很容易我们的专注力 被窒息了 被窒息了 choked 大家一直说choked choked 我们很想专注 但是因为 我们已经被窒息了 没有办法专注了 我们连想活都活不出来了 因为为什么 窒息了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七到七节跟二十二节 大家一起来读请 这里讲到两点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是如何被窒息 是如何被窒息 就是今生的烦恼 今生的烦恼 很容易被今生的烦恼 被窒息了 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们 我们要专注在现实的状况 而不是想象的恐惧 很多时候 我们因为害怕未来 或者是担心这件事情 担心那件事情 它其实是什么 是一个思想的东西 当我们的思想 被恐惧抓住了 被担心抓住了 我们很难专注 我们很难专注 我们很害怕这个 害怕那个 我们很难活在现在 所以我要鼓励大家 不要活在你的想象的恐惧里面 不要想象恐惧 有多少人在这里 有坐过飞机的 在坐飞机的时候 每次在降落的时候 我都会有一个恐惧 为什么 因为那个飞机会这样子 然后会跳一下 然后那个跳一下的 那当下我都会想象什么 这个飞机要翻了 为什么 想象的恐惧 飞机真的会翻吗 不会啊 有多少飞机 因为在降落的时候翻了 大家都说不出来 就是没有很多嘛 非常少数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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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 可是你跟我 都会有这个恐惧 为什么 想象力 我们就一直在想象 这样的恐惧 可是呢 如果我们专注于现在 现实状况 而不是一直在那边 想象那些恐惧 我们的生命可以得自由 第二 专注在天国的事 而不是今生的诱惑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 这个种子被什么样的东西 被窒息了 就是今生的诱惑 今生的诱惑 今生的诱惑 钱财的诱惑 名声的诱惑 你在追熟什么东西 你要知道 很多时候 仇敌可以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可以满足你 那个东西也可以满足你 可是这些东西 却不会满足你 它只会让你想要它更多 想要它更多 结果你生命怎么样 被这些东西窒息了 不要被窒息了 不要被窒息了 最后一个 我们的专注力 也很容易的被小三 虚异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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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虽然不是在 这四个种子里面 可是耶稣 他讲完这个故事 又讲了一个种子 其实是非常类似的 他就说 在这样的 当农夫在种这个田的时候 有好的麦子 可是呢 仇敌来也把麦子 放在同一个田里面 这是什么 英文有一个字叫 sabotage 大家一直说 sabotage sabotage 仇敌来 要虚异破坏 虚异破坏什么呢 虚异破坏 虚异破坏 你的命定 虚异破坏 你的生命的意向 虚异破坏 你生命的呼召 透过什么样 透过小三 让你分心 尤其是什么样 尤其是年轻人 年轻人知道 我们生命当中 有神的命定 有神的意向 但是很容易被什么 被恐惧破坏 被苦毒破坏 被不饶恕破坏 被什么样 追星破坏 活不出 我们生命当中 神要给我们的命定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 第一个 我们要专注在 基督的命定上 如果你不想要被 仇敌 sabotage 你要专注在 神给你生命的命定上 你要知道 你是有 从神而来 更高的一个呼召 你有从神而来的命定 你有一个使命 要活出来 这是神的话 告诉我们的 当我们专注于 这样的呼召 这样的命定的时候 我们可以活出一个 有专注的生命 因此我们的生命 可以更卓越 更卓越 更卓越 第二 我们要专注在 全心全力爱神上面 我们要专注在 全心全力的爱神 全心全力的爱神 当我们专注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 回到神的爱里面 我们就是活出 耶稣基督的生命 耶稣基督如何专注 耶稣基督如何卓越 你跟我都可以 同样的专注 同样的卓越 最后 我们要读保罗 他讲的一句话 从菲利比书第三章 十二节到第十四节 大家一起来读 请 并不是说我已经做到了 已经达至完全了 我只是竭力得着完全 基督耶稣先得着了我 就是为了让我能得着这完全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并不是已经达到了目标 我只是专注于一件事 忘记背后 期待那摆在前面的 竭力吩咐 天的奖赏 就是上帝借着基督耶稣 召唤我们去得的 保罗是什么 保罗说他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忘记背后 专注的努力面前 第十三节 告诉我们说什么 我只是专注于一件事情 专注于一件事情 专注于一件事情 弟兄姐妹活把人 我们就是专注于一件事情 更多的爱神 更多的爱神 更多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 我们的专注力就不容易 不容易被夺走 不容易的被夺走 所以今天你要有一个决心 就是我要成为一个专注的人 我要在做事情上 我要成为一个专注的人 我要在我的使命上 成为一个专注的人 我要在我的意象中 我要选择成为一个专注的人 我不要再被分心了 我要选择专注 为什么 因为盗贼来 为了要偷窃杀害毁坏你的生命 但今天我们说 仇敌你不能来了 因为我选择专注了 我选择专注于神了 我选择专注于神了 所以我的生命 要开始结出那三十倍 要开始结出那六十倍 要开始结出那一百倍的果子 Amen 所以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每当我面对风浪 你总在我身旁 生命不分与我分享 更深的渴望 每当有困境阻挡 你只一步遥光 是我身充满有平安 充满无限希望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受信心来宣告 我真实尽力全能的力量 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受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全心尽力全能的力量 唯有祢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受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宣誓几百神祭 就在不远前方 今天我还要呼召 今天如果两种人 第一个如果你说我生命 我渴望更多专注于爱神 我渴望活出一个更专注的生命 我数到三的时候 我要欢迎你数到三可以举手 第二种人是今天 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 或是你来了一阵子 但是你看见耶稣是如何专注的 在我们生命当中 为我们上了十字架 耶稣是为何如何专注 因着爱我们而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你要在耶稣里面找到你生命的命定 你渴望知道你生命的命定是什么 你渴望知道你生命的意向是什么 你渴望知道你活在这地上 你要为什么而专注 今天如果这是你的话 第二种人我也鼓励你 我数到三的时候 我鼓励你可以举你的手来 我要来为你祷告 你准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看见好多人举手 手仍然举着 我祷告一句 你来祷告一句 耶稣谢谢你成为我卓越的榜样 耶稣谢谢你成为我卓越的榜样 你是我专注的对象 你是我专注的对象 你赐给我生命命定 你赐给我生命命定 你赐给我生命呼召 你赐给我生命呼召 你使我的生命卓越 你使我的生命卓越 我相信 我相信 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恩典 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恩典 今天就要临到我生命里 谢谢你耶稣 谢谢你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再次唱副歌 着唱副歌 你赐给我生命级 你赐给我生命的原谅 祝这инойbek 我坚持有我alu 我赐 Turtle script 借过生命的 名祖国 我是默祝 5 Z 请低头一头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与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神的儿女们同在 让我们在信心中间 在专注的里面 看见神与我们同在 更多的家庭力量 给我们的家人 给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学业 让我们更多荣耀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再次把掌声归给耶稣 谢谢祂